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我们来看今天这个主角他完全没有等 因为他自己曾经饿过肚子欠过债甚至当过游民 所以那种饥饿不堪的感受他自己非常了解 而当他终于有能力开一家小小的小吃店的时候 他决定天天准备带用餐给需要的人 一准备已经十多个年头 而且他体贴这些人的困窘 只要小声说一声 我要A餐就可以 虽然餐饮业开放内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不过几斤考量 陈静兴还是决定 他只有五张桌的小吃店 暂时不开放内用 疫情还没有很明朗 不管怎么样我们总是要把它顾好 不然我们如果有什么问题 这一票能怎么办 除了一周两天宫休日 不论晴雨中午十一点营业之前 每天清早门口总有人等着 所以一早来店里开工时 陈静兴也把铁门拉开了一半 今天下着雨 门口还是早早排了几十个人 陈静兴炒了菜和太太接续开始包便当 三级警戒后 不开放内用就改为 每天十一点开门时发放待用餐便当 已经十二年了 陈静兴贴在门口的承诺 一直继续着 红纸上写着 出外人有困难说一声 汤饭吃到饱不用钱 希望改天 等你有能力时换你帮别人 这是陈静兴走过困境的体悟 年轻时他在台北餐厅当学徒 后来随着家人转往台中做营造 一笔货款没收回来影响生计 他急着想办法补救 刚好在股票要起飞的时候 我们想到股票会不会比较快 因为那时候根本就 你根本就挖东墙补西墙 已经入不服出了 越滚越多的债高达几百万 陈静兴又回到台北谋生 但一时找不到工作 也无处欺身 他成了游民饿着肚子 好可怜 什么东西没得吃的时候多可怜 那怎么办 那时候吃到第一口 应该讲食物啦 不要说什么 食物 哎呦 真假的 老师给我们练乱 吃饱了 人怎么做到这样 人为什么会活得这么痛苦 所以那个时候才知道 你只要饿了 你只要 应该讲啦 你只要吃饱了 你的想法 你的思想 你的那个什么都比较清晰 你只要肚子饿 什么都想不出来 他什么都想不上家呢 深刻体会过饥饿 陈静兴总是把带用餐的便当 装得满满 除了卤肉饭便当 考量到有些老人家 比较不爱吃肉 另外还准备了菜饭便当 满满四个菜 绝不会饿着 当年沦落街头的陈静兴 是饿了三天 才终于吃到第一口食物 乱葬刚那种 然后有一个小的土地 不想土地没有什么 八十年宫那种 都有人在拜拜 没拿去的骨子 就那个 就那个拿来吃 我现在叫我吃我不要吃 我没吃 可是那个时候 好好吃 真的好好吃 填饱了肚子才有力气 当了两个月街友 陈静兴从打零工 到有一份工作 自助餐便当店里 他重拾了厨艺 相信认真努力 就有机会重新来过 但存够了钱 陈静兴自己开了小吃点 因为它都会有一个细毛 你用夹也夹不起来 仔细用喷枪 炙烧过大块腿铺肉 砂糖 酱油 炉好再焖出提膀香 卤白菜用的是宜兰西卤肉的做法 虾米 蛋酥 猪皮 还加了鱼翅下锅 用火候熬出白菜清甜 我觉得这样看起来 我的白菜卤看起来比较高档而已 感觉比较高档 其实它本身也没味道 真的不可能啦 我们现在本身 我们本身就已经在倡导说 环保了 对自己的手艺有信心 也对未来充满期待 小吃店开张后 陈静兴就贴封了公告 自己有的吃以后才想到说 当没吃的那些人怎么办 所以我这家店开了 开这家店的第三天 就贴了外面那张单子 就你有出外人啊 你有困难没关系 你来店你跟老板说一声 饭汤吃到饱不用钱 令人压抑的是 想给人一顿温饱的心意 一开始几乎没人上门领取 做一阵子啊 然后觉得说 也没什么人来吃啊 那就一天了不起 两三个三四个而已 他会想说 如果是我当下 我有困难我要吃饭 我要怎么跟老板讲 然后那些想说 要怎么跟老板说 开口跟他讲说 老板我没钱 不可能啊 那边边怎么来的 陈静兴不觉得 是有难处的人变少了 换个方式 店里的墙上 多了一张纸条写着 记得小山跟老板说 你要点A餐 年轻的时候啊 就去那个 那个西餐厅啊 很多都是那种 他给你的那种套餐 A餐 B餐 A餐好一点啊 B餐就差一点 想说那好 那就弄个 自己脑子想一想 想说A餐的点子出来 但如果你有困难 你来店里 没关系 你跟老板说 你要点A餐 A餐就是大碗卤肉饭 加鱼丸汤吃到饱 疫情后不能内用 陈静兴才把A餐 全部改为便当外带 每天继续发放 今天没煮汤 但每个袋子里 都多加了一颗苹果 每天来领带用餐的 除了11点以前 就来排队 一天中 还会陆陆续续出现 有的老面孔 陈静兴甚至看了 好一阵子 朋友开始担心他 这样下去 被吃垮了 怎么办 有的新来的来几遍 我们不了解他的时候 我们都多少会问一下 问了你就 对 有的是 他的那种问题是 这我一头的 我都不想听 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事 不见得是 不见得 对正常人来讲 有那个新要做代用餐的 大家把心放宽 或许100个 有99个是不需要的 当中只有一个需要 但是如果 没有这99个 那个需要的 他敢不敢 那我们能够帮到 百分之一的这个就好了 如果真能帮到少数人 也就不那么在意 其他人到底吃了他几餐饭 但有几个人 是被陈静兴在小纸条上 做了记号 列为拒绝发放的对象 你有钱喝酒 你就不要 不需要吃饭 然后有的是 因为第一次 警告一下 下次记得 不要再来 你不要喝酒 还是很希望大家吃饱了 像他一样 有份工作 重新来过 除此之外 陈静兴 不问来人原因 到了时间 就客气奉上便当 有一天 店里来了一个年轻人 向他点了A餐 能帮到一个人 重新站起来 那种欢喜 至今都忘不了 每天发完带用餐便当 中午小吃店的生意 还要继续 大锅里的卤肉 卤大肠飘着香 陈静兴很感恩 这十多年 小吃店的生意很不错 让他足以一边维持生活 一边发放带用餐 一直到那个疫情开始 八部三级警戒 不能内用 逗 变成说你原先的收入没了 剩一半 原先的收入剩一半 然后那个A餐 用带用餐的人 又增加一倍 我都不晓得 要怎么打电话 跟房东讲说 这一期的房租 是让我原因下降的 疫情时 小吃店的生意 受到严重影响 而原本每天 大约一百多份的带用餐 暴增为两百份 每天看到世上苦人多 陈静兴正苦恼着 怎么为他们撑下去 他想怎么样跟房东讲 人家今天来捐款 我就过去了 所以是不是很神奇 我现在一天两百个 一天要一万块的饭菜钱 我哪有这么好谈 疫情之前我也没这么会赚 就是这样子 老天爷让你做你就要做 你不做还不行 老天爷不让我做 我想做也做不来 就把带用餐当成 现在还不能卸下担子的使命吧 因为总有人像他一样 也会默默送暖 邮差刚送来的挂号信 信封礼是三千块赞助金 喊谢谢他的小纸条 最近还有人 把刚领到的五倍券 也寄给了他 这就是我们的动力 我们的动力 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的 自己在做而已 所以说 愿意付出的还是很多 想着在门口等着他的人 还有很多 陈静行又会充满动力 是有十名字以后 我知道怎么追踪 怎么关心 你要慢慢了解 有一些是真的 我们觉得他 他就是一个人住 他就是没有亲戚什么的 我们可以了解的 他如果一天没来 两天没来 我们可以关心一下 我们现在要做这个 从生意失败 饿着肚子当街友 到重新振作 开了小吃店 持续捐代用餐12年 那场饥饿的困乏 让陈静行的人生 变得丰盛